2月22日是李双江与孟哥的爱子李天一十年牢狱行满释放的日子 当然人家现在叫李冠锋 而2月20日李双江和妻子孟哥现身朋友的聚会 两人十分放松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 应该是在庆祝儿子重获自由 56岁的孟哥当天穿着粉红色毛衫 头发盘着看起来气场十足 83岁的李双江戴着金丝眼镜 老当义壮保养相当不错 很久没有看到夫妻俩这么轻松了 十年前的2月22日 李天一因涉嫌轮奸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李双江四处游说讲情 孟哥整日以泪洗面 夫妻俩颜面无存 从此很少露面 也没脸露面 李天一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完全是家庭因素造成的 这一切都要从他出生时说起 这孩子刚出生就在医院抢救了三天 大难不死 李双江和孟哥几乎有求必应 这无形中埋下祸根 导致他日后无法无天 无视家教 漠视法律 小时候的李天一想学钢琴 李双江就请中央音乐学院的 韩建明先生手把手教 他想学书法 李双江就找清华大学的教授 一对一辅导 母亲孟哥夸他是个天才 以后能获得诺贝尔奖 如今再去品这句话 简直笑掉大牙 等李天一到了叛逆的年纪 即便做了很多错事 夫妻俩也舍不得吵他一句 那年李双江给他买了一辆豪车 据说光是改装费就有三十多万 不久后 李天一开车与人发生冲突 最后还将对方打进医院 因为是无证驾驶 李天一被收容所教养一年 这次轻判是李双江搭上老脸 求爷爷告奶奶奔波而来的 但李天一全然不放在心上 认为不管做错什么 家人都会买单 于是更加猖狂 面对舆论的压力 李双江只能低着头给受害者道歉 李天一全程未见 不痛不痒 次年 李天一伙通几位朋友 一行人在酒吧喝酒 后来将一个醉酒的女孩 带进房间里施暴 事后李天一扔了2000块钱作为补偿 第二天 女孩报警 李天一是主犯 该事件曝光之后 社会一片哗然 据说李双江被气到一病不起 他实在没办法再替儿子辩解了 反观梦哥 依旧做自己的春秋大梦 他坚持认为李天一是被别人算计了 还说受害者是个陪酒女 两人之间完全就是买卖交易 将近一年的时间 梦哥奔走在为儿子维权的道路上 直到2013年闹剧才结束 李天一被判 十年有期徒刑 老人常说一句话 人自打 身在这个家庭 是报恩还是讨债 都有定数 很显然 李天一就是那个来讨债的 然而 可怜天下父母心 即便李天一喜提十年牢狱之灾 为了让儿子重新做人 梦哥煞费苦心 甚至为其改名李冠锋 只是名字可以改 但罪恶的人心是更改不了的 有人说 李天一老爸是李双江 他的未来不用我们操心 但哪个女孩肯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 一事无成 有暗底内心黑暗的人 即便再有钱再有权 但又怎样 或许现在 梦哥对儿子的希望 不再是获得诺贝尔奖了 只要儿子能浪子回头 做个普通人 就好了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